大家好,我是Di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KPOP史上最成功的一线男团排行 今天这个内容是韩国一位网友自己分析的 因为很多韩国网友们都留言非常中肯 所以就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这位网友列出了几个条件 一,只计算二代到四代团 二,不会单纯只参考数据和大众知名度 因为海外市场的扩大 如果仅仅考虑数据 现在的一般男女团可能都会轻易超越 从业系列BikBen和同胞心意 如果仅从大众知名度来看的话 Rainbow可能会比Luzela Pint更有名 所以不会偏向任何一方 而是会综合考虑 再存留一次 这只是一位网友的分析 我们就当做综艺来看 虽然很多部分分析的非常中肯 但毕竟每个人的观点是不同的 所以希望大家也能留言说一下自己的意见 让所有观众们都来参考一下 OK 二十位Icon 在过去十年内出道的男团中 有几组男团可以自信的说 我们有男女老兽都会唱的国民歌曲呢 事实上从榜单标准来看 继PikBen之后 Icon是第一个达到年度一位的男团 也是三代男团中 除了Exo BTS 17之外 Icon是唯一一组 在主要颁奖典礼上获得大奖的男团 十九位Winor Winor从一开始就如同Icon一样惊人 作为PikBen的后续团体 自然带来了极高的期待值 从出道去恐慌业开始就横扫了各大榜单 并且在出道后极短的时间内就在音乐节目上获得了一位 虽然后来在音乐榜上的成绩有些衰退 但在Really Really的逆袭后 他们确立了音乐强者的地位 相较于过于强烈和概念化的风格 Winor也轻快一听风格 潇洒且干净的音乐和形象 获得了非常高的人气 十八位Kasimun 在韩国有些人可能会质疑 Kasimun的排名过高 但Kasimun是一支能够举办体育场级别世界巡回的团体 Kasimun因为在韩国的大众性不高而常常被低估 但在三代走期的格局中 Kasimun也是数一数二的男团 曾经与Seventeen有过竞争关系 而且至今也是在多个国家仍能举办大型演唱会的顶尖男团 十七位ATG 就大众而言 ATG可能接近于不是那么有名的idol 但是如果你是有极度关注当前idol界的人 应该不会反驳ATG是顶尖男团的说法 特别是在海外 他们是绝对的超级偶像 如果排除像BTS、BlackPink、Twice这样的世界级三巨头 ATG是拥有北美巡演观众人数第一的纪录 仅凭去年的世界巡演就成功吸引了超过40万人 特别是他们最近发行的专辑 是继BTS、Streakage、Tomorrow by Twilight之后 成为了K-POP男团中第一个在Peerboot的主榜单 Peerboot的200上取得第一名的团体 16位FT Island 2007年 凭借其传奇的首张专辑 在idol界造成轰动的FT Island 成为了FA新娱乐的开国共产 他们不仅是一个拥有许多热门歌曲的歌手 特别是基于在日本市场的成功 FT Island也被视为二代韩流的核心团体 FT Island的成功不仅仅是数据上的 更是在于他们展现了国内idol乐队的希望 这支团队的成功故事 对后来的乐队 CM Blue and Playing Day 6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15位Tomorrow by Together 当我们回顾二代和三代的男团时 我们经常会提到几个顶尖的团体 被称为三大巨头或四大巨头 在四代男团中 Tomorrow by Together正处于类似的领先地位 今年他们不仅在Peerboot的200主榜单上取得了首位 并在去年成功地取办了第二次世界许年 规模是之前的两倍以上 而他们在美国也成功地进入了体育场级别的表演场地 并在国内实现了在首尔高齿区段举办满座演出的壮举 至于专级销售量 他们也稳定地达到了超过300万张的总销量 14位Infinite 2010年在Infinite正式出道时 韩国乐团中处于爱豆团体屡遭挫败的困难时期 但从2011年开始 逐渐展现潜力的Infinite 开始真正成为主流动摇了男团的歌曲 他们凭借着道群舞获得了极大的人气 在全盛时期 他们甚至因为繁忙的行程而乘坐直升机赶赴各项活动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尽管Infinite在国内仍保有一席之地 但他们在海外扩展的道路却变得愈加狭窄 未能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突破性的成就 特别是从2012年开始 随着Exo等三代男团的崛起 Infinite未能在其全盛时期延续其巅峰状态 让人感到些许遗憾 13位Dobre Sogomi 说到Dobre Sogomi 他们确实被视为二代早期爱豆界最有影响力的团体之一 与同盟性也并驾齐去 虽然现在许多人不这么认为 但确实有一段时间 他们被视为是统盲心意的竞争对手 当然有些人可能认为 应该要在更高的排名 但是尽管当时有那么庞大的粉丝团 如果问Dobre Sogomi 是否真正度过了足以威胁二代顶尖地位的时期 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 12位Stray Kids Stray Kids是目前四代男团中的领军人物 这个团队从去年开始在Pilipo的主要榜单 Pilipo的200上 连续四张专辑取得了一位 当时除了PTS外 没有其他KPOP歌手在Pilipo的200上 取得过一位 他们也是除了PTS之外 唯一一个进入Pilipo的 Hot版排行的KPOP男团 在海外市场 他们紧随PTS Blackpink Twice三大巨头之后 展示了压倒性的表现 事实上 在几年前 他们就已经被视为是代表四代的男团 但在最近一两年 他们的地位更是急剧上升了 11位NCT NCT最大的优势可以说是稳定的持续力 他们有很多小分队 全年无休的活动 但每次都能保证达到一定的成绩 特别是在演唱会市场的竞争力非常强 2023年 NCT伊利奇和NCTT 分别在航空最大的演出场地 首尔奥林匹克主竞技场 举办了单独演唱会 10位Wonowen 说到Wonowen的高峰时期 当时他们的人气 如今可能已经大大淡化 导致他们当时的成就被低估或被忽略 一个男团能够引起全民级的狂热 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暗恋 即使在与X1BTS的竞争中 如果只看国内粉丝区 Wonowen在某一时刻 似乎拥有过最大的粉丝数量 展现了他们的巨大影响力 9位Beast 在二代和三代之间 确实存在一个以Beast为代表的时期 Beast是在阶级二代男团时代末期的 Big Bang和2片之后 完全闯入并成为新主流的男团 有大约两年的时间 他们确实看起来是国内最受欢迎的男团 尽管如此 最终将他们排在第9位的原因 是与Impinit相似 Beast在全胜时期 也未能在日本市场等地取得明显的成功 这让团体的规模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另一方面 很多人曾经相信 这个团队将会像喜多汉和Super Junior那样 成为一个兄弟般的长寿男团 但由于各种原因 团体结构发生了太多变化 给人一种力量有所减弱的感觉 8位2PM 在2PM的全胜时期 如果仅考虑大众人气 他们可能是近20年最受欢迎的男团之一 在一个将渗弱闪亮 类似王子形象 视为男团标准的时代 2PM引领了野兽爱豆潮流 从而转变了市场趋势 而他们在日本市场的成就也十分稳固 7位Shiny 7、8、9位是本次最伤脑筋的排行 全胜时期 2PM大于Beast大于Shiny 还为粉丝群Shiny大于2PM大于Beast 大众热门歌曲 2PM大于Beast大于Shiny 专辑销售量Shiny大于Beast大于2PM 持续力Shiny大于Beast大于2PM 虽然2PM和Beast有着明确的全胜时期 并且确实获得过大奖 从成绩上来看 Shiny冷静地说 从未真正达到大奖级别的歌手 当然他们确实获得过大奖 但那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被批评是SA为了自家人 强行获奖的典型案列 不过Shiny至今依然保持着极具竞争力的实力 无论是在海外的影响力还是销售规模 多年来一直是最为稳定的表现者 尽管2PM和Beast的高峰期可能比Shiny高 但那段时间并不长 所以从长期平均表现来看 Shiny并不逊色 基于这些理由 有充分的理据将Shiny放在更高的位置 6位Seventeen Seventeen自2016年出道之间已是第8年 他们的成长轨迹 可以说是典型的慢热性发展 虽然他们之前也被评为代表三代的顶级男团 但在最近两年中 他们完全成为了当前整体爱斗界的主要竞争团体 过去在谈论三代男团算巨头时 会提到EBS 但当时提到Seventeen有时会收到嘲讽 但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 根据纯销量来看 他们现在甚至在这三者中排名第一 而从当前的角度来看 Seventeen无疑是代表K-POP文化的领军男团 5位Super Junior 提到Super Junior时 大家都认可他们的地位 但当要选出最佳男团时 他们往往不是首先被提到的名字 实际上在同胞心里分裂之后 Super Junior确实有过拥有最大粉丝群的时期 也获得了很多大奖 但是由于PICP和2PN等团体席卷了大众人气 导致人们不会首先将顶尖这一标签 联想到Super Junior身上 而他们在各种综艺节目中的表现 不是以重量级嘉宾的身份出现 而是更多的扮演轻松亲切的角色 这可能也掩盖了他们作为超级明星的身份 但是事实上 Super Junior是在亚洲各地都受到主要关注的全球偶像 并且在18年的职业生涯中 一直保持着顶级爱豆的竞争力 这种持续迅翰持久力绝对值得高度评价 此外以SoriSori为代表的大众高峰期 也确实比其他许多男团更加明显 四位Exo Exo的强项在于自同胀性格以后 他们引领了韩国爱豆粉丝群的最大整合 在2012年至2016年 维持了长达5年的高峰期 并正式开启了三代爱豆的时代 虽然近年来 有评论认为Exo在成员变动的后期失去了竞争力 这虽然是有一定的道理 但这也因为是他们的高峰期太过于突出 再加上常被拿来与BTS17这样的团体比较 显得更为明显而已 在韩国经常有人把Exo和17放在一起比较 说Exo很快就衰退了 而17现在还是最顶尖的 所以17更出色 但这种方法是不公平的 17最近几年的全胜时期维持得很好 但需要考虑到的是 Exo比17早出道三年 Exo与EX-ID AOA是同期出道的 而17则与TWICE是同期 这在影团中甚至可以视为是不同的时代 目前17确实表现非常出色 但17真的已经超越了Exo全胜时期所建立的一切吗 即使是17的粉丝也可能不会这么认为 而且Exo的高峰期其实并不短暂 他们在顶尖位置上维持了五年 所以被视为迅速衰退的说法似乎并不合理 三位同胞心仪 同胞心仪是在HOT之后 在韩国内拥有最大粉丝群的爱豆团体 在爱豆文化还未达到全胜时期的时候 同胞心仪的出现迅速建立起了庞大的粉丝群体 为韩国流行音乐界带来以偶像为中心的转变 此外同胞心仪不是随着寒流热潮尔进军日本市场 而是从日本的底层开始经历了许多困难 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达到了底缝 直到现在仍能填满演唱会场地 这与那些在寒流热潮期间迅速进入 并成功举办大型演唱会的团体相比 其价值和成就无可相比 但是之所以将同胞心仪排在三位而不是二位 是因为与许多人的误解不同 同胞心仪在大众人气方面并不是特别突出 即使是他们的代表作Miroti 也未能达到姻缘榜一位 事实上同胞心仪在进国五年后分裂于二三 他们的全胜时期在目前顶级团体中是最短暂的 而且即使在那段时间里 也难也说是完全专注于国内市场 出于这些原因 所以将同胞心仪放在了第三位 二位Pikbang Pikbang对韩国乐团的影响和波及力 实在是太巨大了 即使在2022年带着负面舆论回归 他们仍然在美容上创下了新纪录 登上了姻缘榜的一位 这表明公众对Pikbang的期待 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男团中最高的 事实上在音源榜上 他们创下了最多冠军歌曲 最多拥护书等各种记录 如果将所有时期纳入口略 除了IU之外 可能没有其他艺人能在国内音源榜上与他们匹对 而Pikbang不仅仅是他们自身的成功 还对后来的艺人和整个韩国音乐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印象 从而改变了音乐界的格局 他们在音乐领域以外 在各个层面上都被视为超级明星和偶像 因为BTS BTS可能不需要再多解释了 因为他们在K-pop界的地位和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就像让足球专栏的人谈论眉心一样 太明显了缺乏新鲜感 又如同写LV分析的人讨论Faker一样 这已经成为一个陈词烂调的话题 而且BTS显然也不会被任何人低估 但如果真的有人认为BTS不应该排在第一 并要求解释为什么BTS是第一的话 我也只能笑一笑了 呵呵呵呵呵 所以对于韩国网友的分析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感谢观看